Hello,大家好,我是林松,很高兴又在这个视频节目里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在开始这个视频节目之前呢,首先要回答一下这个热心网友的提问 他们会问有网友留言说,一般什么时候会更新视频 目前来说呢,没有特别固定的时间 以前是一周大概有两次吧,两次或者三次 然后呢,目前呢,我想就是尽可能多的更新视频,就是频率更加多一点 可能,或者有时候可能会一天一次或者一天两次这样子 反正不管频率怎么样吧,我希望各位就是说能够不断关注我的这个频道就好了,好吗 就是有这个更新,我都会在这个频道里面首发 好,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雅思口语方面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题目就是各位在这个屏幕上已经看到了 Have you visited many foreign countries,就是说你曾经去过很多其他国家吗 好,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是雅思口语里面的一个高频话题 所以我今天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首先碰到这个问题呢,各位要注意他的这个have you visited 这个实态的问题,就是完成式的一个实态,好,你已经去过很多其他地方吗 或者你已经去过很多其他地方国家吗,所以你回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实态 OK,我一般可能如果碰到这个问题,可能我倾向于这么说,yes,absolutely 肯定啊,我去过很多地方对吧,其实你可以给肯定的回答,也可以给否定的回答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给肯定的回答,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说一点,比较容易拓展这个答案 所以呢,我首先给出一个肯定的回答,yes,absolutely,当然了,对吧 然后我说,I suppose I have to say that I have been to many places that far away from my country 好,我这边就讲,就是我想说我已经去过离,就是离我国家很远的一些地方了 意思就是说那肯定是就是国外嘛,对吧,也是国外 然后呢,比如说这边可以给举个例子,such as Japan,日本 日本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国家,强烈建议各位有时间去看一下 可以去玩一玩去体验一下这个日本的这个巴达 好,说完日本之后呢,再说一个Australia 好,第二个是澳大利亚,然后呢,我之前在澳大利亚上了很多年学,然后工作过 然后现在也是中国澳大利亚两个国家都有常住 所以有什么关于澳大利亚留学的问题,可以私信留言给我,然后我有这个就是时间,就是会去看这个留言 给大家回复和建议好吗,然后比如说还可以说New Zealand 好,这边其实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可以说其他的国家,比如说United States,United Kingdom,然后比如说Korea都可以,没问题 这边就是举几个例子,就一般举两到三个就可以了,所以说我这边的想说就是说我去过这些离家很远的这些地方 然后举个例子,比如说Japan,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然后呢,我还要说一下我的理由,对吧,一般情况下说你回答问题之后,你还要给一下理由,你为什么回答问题之后,你还要给一下理由,你为什么回答问题之后呢? 我会去这些国家呢?比如说,可以说,I have been to those places several times 我去过好几次了,since I was an undergraduate student 就是我去过这些地方好几次了,自从我是个在读本科的时候开始,对吧,就是我这边有个实态的一个这样点,一个对分点可以用出来 好,说完这个之后呢,我要说理由了,我为什么要去呢? 就是我在这个旅游上花了很多时间啊,就是我在这个旅游上花了很多时间啊, 包括在国内,以及去到国外,and I guess I guess this because This is probably because I am really keen on different cultures 我想说一下理由就是我对其他国家文化 不同的文化从其他国家来的不同文化特别感兴趣 这个题目的完整回答是这样子 Yes, absolutely, I suppose I'd have to say that I have been to many places that are far away from my country such as Japa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I have been to those places several times since I was an undergraduate student To be honest, I spent quite a lot of time traveling both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I guess this is probably because I am really keen on different cultures in other nations 就是说我的原因我解释就是说我可能是因为我对其他国家的不同的文化特别感兴趣 这边有一个really keen on一个collocation 然后public recourse就是表达比较客观 然后spend quite a lot of time花了很多时间collocation 然后这个答案的整个整个怎么讲就是说这个回答的这个问题的这个衔接也非常非常流畅 所以呢希望各位在考试的时候能够就是怎么样就借鉴一下这个我的思路吧 然后呢在口语考试中取得这个满意的分数 好吧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各位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留言来交流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拜拜下次见